各位同學大家好 相關辯率 各位同學學習過後 有沒有覺得它好像比較難一點呢 那麼其實不是 最大的問題是 各位同學要學習如何去 建立模型 就是函數的一個 相對的關係 我們要自己去找 那麼這個部分 如果學習成功的話呢 那麼各位同學在物理上面 在建模上面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